啊 我的老友跟我說 當時那個女生有這樣的要求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一號眼 二號鼻 三號嘴 她說我要這個嘴 OK Fine 收錢 受人錢財 替人消災 醫生都沒所謂而已 那你又不做生意嘛 是啊 總之我弄到你要求的樣子 你說到時弄出來之後 會不會合你的五官啊 什麼什麼事情就關人的 那他一弄就弄了出來 喂 真的又行啊 分毫不差 分毫不差 弄了出來 他又畫了一張圖給我 形容到原來好像嘴唾得出來一樣 好像在親人一樣 很性感 很性感的 那個下唇那裡有一點點凸出來 原來他不知道為何說放一顆豬在下面 那樣的 有顆東西 總之他放了一顆東西 放了一顆東西在下唇那裡 他才會掉出來 誰知道他有一次叫那個女生 說多謝他 出來喝東西 那樣 那又隔了一段時間 那又隔了一段時間 那出來喝東西的時候 看到那個女生 每喝完一杯一口東西 那就找個手指和食指 去拿著下唇 肉一肉 好像調整的位置一樣 那個醫生跟我說 因為那個位置 那顆豬是活動的 因為不想說會弄到山瘡 有顆東西 就弄到它活動 誰知道就死了 那顆豬會移位 有時候就移到左邊 有時候就移到右邊 所以每次他喝東西 吃東西的時候 他就要用一隻手去定一定 那顆豬 還有他不知道會不會是歪了 那要用手捏一捏 那就搞到很奇怪 那你說 如果有時候整容整成這樣 那真是多得他不少 那你知道 整了進去 你沒理由拆出來這些東西 你不知道那樣東西 女人啊 癌痛啊 高個程度高過男人的 整容之後很痛啊 整個月包著整個鬼樣子 怕破傷風菌 是很辛苦的 他們為了美去捱 我們男人不行 你明白嗎 女人貪美呢 你不相信他可以忍受那些 痛苦的那種過程 知道嗎 是和你弄到鬼馬鹿 很辛苦 有些人會覺得到 跟著包著 吃個幾兩個才復原的 還有很多東西要看 有沒有後遺症 有沒有發炎 這樣很麻煩的 你不要當整容那麼輕易 在女人很大的勇氣 要經歷那裡同步奇怪 你跟女人說你幹什麼 她說哎呀 我做事她很害怕的 你跟她整容呢 多難 多痛 多危險 她也去 抽枝 就是抽死人 她夠膽 有人抽死人 她以為我肥 抽到她沒那麼肥 她不想到抽枝會死人 她不想這些東西 女人是很怪的動物 有些發覺 如果研究女性 她真的好怪 喂 你明知危險 還有 不問清楚人家的牌子有沒有問題 醫生是不是專業都不想呢 就走去人家的美容 要去抽枝 你抽枝去一些好一點的醫院 對不對 穩陣一點 好了 她不怕死 最重要是漂亮就行了 還有 目玉紋對眼 我正目玉紋對眼 她不管配得好 好不喜歡ABCD 我是家老婆 砌出來不是這樣好看你的事 你要求我我沒有點你 你給錢我賺嘛 是不是 所以說 你這個故事 應該她拿出來 你這樣很麻煩 沈大哥 這些都叫她小手術 我聽過朋友說 真的嚇死我 真的嚇死我 她有些 那些女生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是輕過臉 去沾到那個下巴 去張整人家 你知道她有些人 有些人她可能那個腮骨 是會比較闊一點 各自口面 喂 她的朋友跟我說 原來她是將那個腮骨 磨…磨…磨…磨切它 磨細它 還要是因為 因為她其實是 兩邊臉要平衡的 那麼兩邊不斷磨 哇我聽到 心都寒了 那是個頭來的 所以你剛才說的一件事 她整個頭要包住了 什麼事 就是這樣的情況 很恐怖 Mr. Dearest Mock 我告訴你 磨細骨 是夠的了 二十幾年前已經有了 香港有名女人 她的細骨很大 於是你後來看她 就有以後見梳 在上以後見梳 是不好的 給人家印象 為甚麼 第一是不美觀 第二是在上以後見梳 反面無情 於是她為了靈去削 就是你那種削鴨 這樣吧 這樣吧 是的 很恐怖 那臭不良 那臭不良的 那些麻醉藥過了之後 你會很痛的 你知道嗎 叫救命啊 靈就行了 你知不知道 還有一種小手術 那有些女人 她的腳 腳趾 她這塊東西 你看到 是很大的 突出來了 是吧 不要看 她有很多人去削 去削 去削 削了她 有一個明星的太太 幾十年前 三十年前 她做了之後 細菌感染死了 哎呀 我不怕的 靈就行了 她說 女為越己者容 其實是錯的 這句 告訴你 這句是錯的 女為自己容 不是為越己者容 女為越己者容 她是越人 即是說 我要你喜歡我 不是為你 是為自己 美俊 為何為你一個人而容 她是為大家容 大家都看到她漂亮 開心 不只是供你一個人 欣賞 女為越己者容 我經常都覺得有問題 這句詩 是嗎 女人 不是為越己者容 對嗎 女人為她自己容 是自欺 對 你認為這句詩錯 我們讀書就是 不是前一一定 女為越己者 誰告訴你 女人為自己 她漂亮你才會喜歡我 怎麽只為你一個人 是吧 明星更加不會 不是這麼多 女明星離婚 你媽媽就知道 所以我們讀書 很過癮 我現在想到 我們盡信書 不如無書 知道嗎 我們對某一題 我們都會懷疑 她是否真的可以 不行 我們提出來 為何不可以解釋 就不是說 我不喜歡莫英文 你少說 我醜化你 你矮化你三四樓 這樣就不行 不能夠扶引 對不對 你講出一個道理 我們可以推翻前 權威不一定是對的 但如果真的權威是好 我們就要肯定它 那就是讀書之道 是吧 我現在寫 我寫金融很差 我寫得好 那你寫出來 你寫不出來 就閉嘴 對不對 我經常說 你要打低這些人 你吵我打 你和他交手 你打低他 就行了 你現在死了 你說他理他 不行 沒有用 你是這樣 這個創引是責監 你叫什麼呢 你叫段橋刀 你創出來給我 供應就行 所以說 說 不要說 去做 做得好 別人同意你 認定你 肯定你 做不到 就可以說 就不要打低別人 覺得我厲害 我看得通 是 權威 厲害 未必是對的 你捉他的通知 他一定會被你捉到 但是我們是看 不是以 看 觀眾會跑 我們要看他全部 對不對 博先生 沒錯 沒錯 他錯了一件事 你就誇大一件事 你打他 不通 這件事 就是說 我經常覺得 在日本的那個老師 叫 三本二字熊 ヤマモトニツオサ 他經常說 我到現在都記得 你說這麼多話 保養 我們東洋人 崇尚你做 你做出來 比我好 日本人 謝謝 謝謝 日本人 就是這樣 不要說 你做出來 真的 你厲害 日本人 知道嗎 吹無庸 我打低你 重本清章 我推你小說之王 鬼不知 你可能說 重本清章 你小說 不合適 現在科技化 但你要想想 他那時候 還沒有這些科技 他不是寫科幻小說 他就是推你小說 你是不是推了重本 你就變成重本清章 不是 我要 起碼可以捉 你要寫一本小說 你絕對別人覺得 誰能比 勝過你幾萬段的 問我批評 對不對 所以 批評說 你如果這樣 認為重本清章 小說是三四樓 你就學我們 冬爺 你不敢寫出來 現在說 那些事情,真是不重 如果當時,這個重判清張不行,不是的,是九流小說 在日本沒有人這樣說話 如果這樣說話,被文學家娶起你 為什麼? 難打? 你做過什麼? 你做不到,你講人不行 文學評論家,也不是亂評 好像我老有權,他真是分析,但這裡 阿先生老師是否有問題,他真的這樣 不是吧,不行了,三四樓 沒有,我們日本的評論家和我的評論家 他不會隨便買一個人的小說是三四樓 他是指出你有不對的地方,跟你研究 那你就心服口服 而這個給你批評的作家 還會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非常開心,你遲點我 我回去求人,他就進步了 所以別人的日本,那兩個得到諾貝爾 是否真假實得到的 和我們是有些少分別的 都是政治問題 那兩個是真的以他的本事得到諾貝爾的 你知道嗎?戴乾淨三郎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請職訂購支持 一千元,請職訂購支持 一千元,請職訂購支持